我今次是會繼續講回全呼音的 但是我會總括上次有講過一些東西 關於聖經的證據 之前我講了其他的 怎樣跟別人建立關係 不要接駁 去回應人的感受 這些都是全呼音非常重要的 我上一次講過 你遲些上網看到的 其實你會跟回 這裡的教導有數目次序 有個數目次序 接下來你就可以知道 是第幾篇就是《講道報道》 就是上一次講到報道的全呼音 這次又繼續講 上一次我們講過 不過這次總括 並且我搜查了一些資料 聖經的準確預言 其中我講到 就是耶穌比加十字架的預言 這個預言是很特別的 詩篇22篇14節 它是講到余水被倒出來 這是大衛所講 大衛從來沒有這件事發生過 所以這要講是大衛的子孫 耶穌就是稱為大衛的子孫 大衛在這個經歷 當他親近神的時候 他經歷到好像耶穌的經歷 所以他能夠形容出來 他好像整個人的血流出來 骨頭脫尿節 當然不是阻擋掉那些膠 而是因為吊在十字架上 是很痛的 所以感覺好像骨頭脫尿節一樣 他的心在他裡面如蠟融化 就是好像心沒有力量一樣 這個詩篇22篇就是十四節 然後十五節就講到精力枯乾 原來雅片 就是全部的力量都沒有了 舌頭貼在牙床上 因為很乾 整個人的血都流了 你想想你沒有喝水會很口乾 本身有的水都流了出來 那時候舌頭自然是很難移動 然後就講到是死的 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之中 而怎樣死的方法 就是軟類圍著我 惡黨環擾我 Komen摘了我的手 我的腳就是把他的手腳刺穿的 然後他們分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尖溝 這個語言是耶穌之前 一千年大衛所講的 這個語言其實我們可以用來傳呼聲的 就是在耶穌未來之前一千年 是沒有釘十字架認罰這件事的 我也上網搜查了 釘十字架大約是主持五百年左右 在波斯帝國的時候 直到主後三百三十七年左右 就是軍事坦兵堡成為基督徒之後 基督教成為羅馬的國教 他們就廢除了釘十字架 很奇妙的 這段時間即是有八百幾年的時間 就是這段時間 在寫語言的時候 就是一千年主持一千年 即是那時候沒有釘十字架的 但是他就會說定將來會釘十字架 而說定是耶穌會釘十字架的 大衛的子孫會釘十字架 所以是非常特別的 有些人問會不會是後來補償呢 這些語言是後來補償 我們回答他很簡單 為什麼知道不是呢 第一就是聖殿是一個歷史的事實 即全世界都承認是有聖殿的 在耶穌之前已經有聖殿 就是大衛的兒子所建的聖殿 這就是主持九百幾年前所建的聖殿 這個聖殿是他們每天都讀的 所以既有聖經是支持應有 並且是翻譯做不同的語言 而講的關於釘十字架 是五百年之後才開始有 然後到一千年之後 耶穌才來到就應驗了這個釘十字架的語言 還有上次我們看過大紀書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節 就講到出命令建造耶穌撒冷 直到基督出現的時候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即是合成六十九個七 即是計算了時間 然後加難的時候 耶穌撒冷就會被重建 然後過了六十二個七之後 受高者就會被殺死 殺死之後就有黃的紋尼毀滅這個聖 和聖索和打仗到底 這個預言也是預言到耶穌來的時間 是很特別的 為什麼呢 這個時間 出命令重建耶路撒冷的聖 就是在主前四百五十七年的時候 那時候重建 由到耶穌出現的時候 是主後二十六年 因為是計算功力 即是設計功力的人 他是計錯了數 所以變成耶穌出生不是公元 而是公元前大約三至五年左右 所以耶穌被釘十字架 就是他之前的二十六 這個不是釘十字架 是他被高成為受高者 就是他受洗 受洗就是三十歲 所以早四年大約是二十六歲的時候 總共是四百八十三年 然後聖經也說到 神是要在聖殿出現的 這個聖殿也是有時間限制的 即使我們說釘十字架有時間限制 即是主前五百年至主後三百年之間 耶穌有那段時間來 這樣才會釘十字架 由耶路撒冷的聖殿也有時間限制 為甚麼呢 耶穌是要在耶路撒冷重建之後來 然後他來了之後 耶路撒冷就被毀滅了 即是他們的手都被毀滅 耶穌就是在那個時間中間 但這個時間其實不是那麼闊 是更窄的 為甚麼更窄呢 因為在主前四百五十七年 他們開始有重建 重建的時候 其實這個聖殿 這個聖城聖殿 已經一直毀壞 越來越殘 所以到耶穌之前 已經是很 不是那麼土的狀態 但是神就感動一個王 就是希律王 希律王不是信耶穌的 但為甚麼他會幫忙 重建聖殿呢 因為他為了討好猶太人 他就將這個聖殿 重修得很漂亮 所以門徒走過 就只要看 你看那些石多漂亮 但耶穌就說 將來沒有一塊石頭 在另一塊石頭上面 但這個時間 就甚麼時候呢 這個希律 就是想殺耶穌那個希律 即是耶穌出世的時候 他就將巴利行 和他周圍四景的嬰孩 全部殺死 即是說 他起這個重修聖殿 就在耶穌出世之遲 即是出世的時候 左右的時候修理好 耶穌的時候修理好 修理好 耶穌就來了 跟著耶穌來了之後 主後七十年 耶路撒冷被毀滅 即是聖經所預言到的 然後呢 真是應言 耶穌真是被聽之後 耶路撒冷被人毀滅 耶穌在馬太方二十四章 都要警告他們 說到這個日子 是一個很危險的日子 因為馬太二十四章 是預言兩次的毀滅 一次就是主後七十年的時候的毀滅 第二次就是世界末日的毀滅 即是他預言到 將來有很大的災難 即是說呢 這個聖殿 重修了幾長時間呢 就是耶穌出世的時間 至主後七十年之間那段時間 這麼短的時間 就是這段時間 耶穌一定要來到 因為耶穌就在聖殿 重建好 然後呢 在他被毀滅之間 就是耶穌就在靜我時那裡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特別的 就像耶穌講的語言 耶穌在聖經講的有不同的語言 比特 耶穌跟比特說什麼 今天 雞叫兩次之先 你要三次否認我 不認我 即是說呢 如果 比特否認耶穌之後 雞不叫呢 聖經沒有語言 或者雞叫原 比特先否認 那又不認認 即是它是雞叫之先 即是時間有限制 聖經的語言 就是有這樣的特色 所以這裡就讓我們看到 耶穌講 聖經講定聖 耶穌來的時間 就是 由出命令 重新建要耶路撒冷 四十八十三年 又在耶路撒冷被重建 然後因為他毀壞 所以又被修理 即是說到聖經被修理 然後那時候是耶穌來的 之後呢 又被毀滅 而爭戰到底 我們看到經常 現在都很多很多 這些恐怖的活動 很多的爭戰 都是在四處發生著的 變成他們用了那些兒童 那這些其他的語言 我們就不重複講了 這個啟舌錄就講到 有火有煙有漏和 可能就講到炸藥 因為在以前是沒有炸藥這回事的 主要一百年左右才有發明炸藥 聖經的科學性 那這個經文 你這樣看就可以了 約白記二十六章七節 我們上次講過 大地懸掛在虛空的 以及在地球的大圈 就是說 聖經一早已經知道 地不是平的 是懸掛的 還有聖經居然 有百記三十八章三節 講到發出閃電 傳遞信息 說我們在這裏 而這個應驗就是在手機 就是手機 這個是一個我們覺得可能的應驗 聖經沒有說到手機是電 不過我們看到手機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就是 就好像聖經所說 發出閃電 因為手機都是用電的 就告訴別人我們在這裏 這也是一個很奇妙的應驗 以及聖經的考古學的證據 接著我就會講到經歷性的證據 前面的三樣就是客觀的證據 接著就是經歷性的證據 如果是真神 他是可以經歷到的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有個神 有人說是壞一個神 但是信於這個神 越信越壞的 得不到幫助 這個神真的不是一個活神 如果是一個真的神 他是應該有不同的經歷的 有些人說有 他拜什麼什麼 拜完之後又好像好一點 是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拜完之後 不是好一點 就是說 他們是 如果你看那個情況 你發覺 其實拜偶像的國家 其實是更加貧窮和更多問題的 但是信耶穌的人中 的確信耶穌的人那個 在各方面的經濟 在這個世界的影響都是很強的 這個都是神的祝福 而當人越聽神的話 是越經歷到神的祝福 我講到幾方面的 三方面的證據 經歷性的 經歷性靈那方面 我這裡就這樣總括講出來 因為以前也講過這些經文的 就是 祈禱會經歷到平安 有些人很煩亂 祈禱立即是平安 這個是《約翰風》十四章二十七節 勞虎丹重丹的人 不可以得到輕省 馬太十一章二十八節 真的很多人很煩惱 真的得到輕省的 還有可以經歷到愛 有些人就會哭 會感動 有些很憂傷得到醫治 這個就是羅馬書五章五節 還有醫好傷心的人 以賽書六十一章一到三節 講到心靈的醫治 因為這個世界很多人都憂傷的 我放在網上的影片 陸續有人找我 我們今天都有兩個弟兄來找 我們都是想得到一些幫助 得到一些釋放 時時都有這樣的人來找我 這個是 這個時代 我們全部都是一個好的工具 我都鼓勵大家 你嘗試放你的影片上網 你嘗試講一些見證 放上去 一樣會有人找你 如果你把你的電話 或者你把你的電郵 或者你什麼方法 跟你溝通放在那裡 你就會發覺 咦 你都有機會去服侍 但是就算你沒有這樣做 我有請人回來的時候 就是有人找我回來做釋放的時候 你都可以幫忙 所以這兩個星期 你都有幫忙去做釋放 聖靈會醫好傷心的 這個是可重複的情況 我們發覺有很多人 去拜偶像 都是很煩的 吵架都幾多 都很多吵架 而基督徒有些人都吵架過 因為他不懂得處理生命 但如果他肯跟從聖經的教導 處理生命的時候 他就發覺人越來越輕鬆 人家真的經歷到醫治 而這件事是重複發生的 即是我們聚會 經常都看到有些人憂傷 真的得到安慰 得到醫治的 還有按鬼醫病 奉耶穌的名 按鬼 按手按病人病人 就必好 你馬可分 十六章 也有喜樂 我們今天幾個人都有喜樂 好像你是第一次 因為我之前沒有留意到 是你 我今天見到你 今天見到你很大的喜樂 不管你是否第一次 總之見到 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 那就是主 能夠有喜樂 還有身體會舒服 整個人身體會舒服 那這件事呢 不單止我們祈禱舒服 有些病人真的覺得祈禱舒服 還有醫病 這也是很多的見證 以至失眠 我必安然躺下睡覺 詩篇四章 四篇八節 還有得到能力去傳人福音 事來轉一章八節 好了 那另一類的證據 經歷性的就是有邪靈這件事 其實邪靈的證據是非常之豐富 有些人就說 這個世界沒有靈界 只是有物質 就是 有些唯物主義者 就是他認為 生物是由什麼來的呢 是由 母機的物體 變了變了變了 變出生物出來 由生物一路變了 變出這麼多種 他們就認為沒有靈界的 但事實上靈界是很明顯很明顯有的 那這裡我列舉一些靈界的現象 那這裡就說到就是說 有邪靈 凡有邪靈附體的人 都說一件事 就是很恐怖 很害怕 很辛苦 很痛苦的 不是舒服的 不是美麗的 但是這個世界上 我們看到是真的很美的 其實 就是我們看到BB 看到動物 看到花草樹木 真的很美 你細心去看 真的有很多很美的東西 在你的周圍 甚至你看你自己 都是很美的 那你說我不夠那個明星 那你現在用他來比較 但事實上 人是美的 無論你多不美都好 因為你用明星 他們來比較 但如果你用其他的生物來比較 人的確是很美的 你一人是有感覺的 是有感情的 在很多方面 人的聰明智慧是非常特別的 那如果邪靈 會不會做得到 這麼多 這麼美麗的事情呢 這個見證 就是張佳音的 張佳音的見證 他在網上 如果你想要 我會傳給你 其實找張佳音 見邪靈 或者打坐 你就會找到這個文件 這個文件 我只是拿出一小部分 他就說到他去美國讀書 就有一個印度教的老師 他就說那些天文學 說到他們 各個學生 就沉悶到 各個學生都走了 剩下他一個人 這個老師就跟他說 關於印度教 那當時張佳音 就嘗試一下 他試一下的時候 打坐 他就有很強烈的經歷 在這裡說到什麼呢 他說他打坐很多之後 他說 在他打坐的時候 他就看到一些黑色 背後發光 有些黑色的靈體 又有手又有頭 可能有很多隻在這裡 就像人非人的靈體 就是像人 但又不是人 在那裡笑 就出現一個眼線 就把他拔下去 拔在一個很深很黑的坑裡面 就滿了同類可怕的靈體 就在那裡做一些邪淫污衛的動作 他就多次就暗暗地說 他說 為什麼創造萬有的主宰 是這麼何等的 應該至高無常 正結光明 為什麼會做一些 這麼恐怖的面孔 又做一些這麼污衛的事呢 他就覺得 他最初以為他得到這個得道 誰不知 當他經歷這件事的時候 他很奇怪 而他奇怪 他就找回那個老師 教他天文學的老師 就問他 那個老師都不能夠回答 然後他就最後告訴他 他說 其實連他自己 和很多跟從類似的人 都有類似的污衛的意象和經歷 甚至那些靈體會伏在他身上 和他們行淫 那這件事呢 其實在網上是不難找到的 尤其英文是找到很多的 即是找到呢 就是那些人呢 打坐 靈魂出竅 他們呢 用不同的方法接觸靈界 而他們都是見到有邪靈的 那其中一種的方法呢 就是靈魂出竅 那些人呢 會用他的方法來出竅 是會接觸邪靈同態 還有呢 有些魔鬼教的人 用這個方法來攻擊基督徒 那待會我都會有些少說到這裏 那有很多人打坐呢 這個Time Magazine都說了 因為打坐實際上是 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做的 是一個事實來的 而他打坐的人呢 他都要教你 那你見到那些靈體你怎麼做 那他們就用他們的方法 什麼方法呢 就是說 你盡量想正面 盡量就不要理那些邪靈 就是他們的方法就是這樣 但是事實上 他們見到這些 就是當他們打坐的時候 他們不是見到光明的天使 不是見到天堂 而是見到邪靈的 所以證明他們 並不是勝過那些邪靈的 他們只是逃避 就是他們想逃避的 那也都有很多人呢 有這些經歷 就是鬼澤睡覺的時候 就不能動 或者是有邪靈跟他講話 邪靈去接觸他們 這個都是很多人的經歷 那也都有很多人呢 嘗試去接觸靈界 那這些人嘗試去接觸靈界呢 也都是有他們特別的能力的 不過我們知道他們不是神的能力 因為這些人都說他們是很黑暗的 那在台灣有個Good TV G-O-O-D Good TV 那你上網YouTube也都有很多Good TV的影片 那都有講到很多人呢 以前做基童 基童是什麼呢 是在廟裡面有情上身 其實在網上都有些這樣的影片 即是在YouTube也有些影片 就是講到有些人呢 他就拜 他拜拜在一路一路 就看著他一路上身 即是那個人就好像 不由自己 這樣 還有也都有些 大家都可能聽過一些東林 那些 有些人呢 某些哲人就會 整天上身 然後找些東西刺自己 刺穿自己 刺穿自己又不能死 但是呢 到了那些邪廉走之後 他們就會很痛苦 即是 就講到有些人用不同的方法 接觸靈界 那他們呢 就覺得是一種宗教的經歷 但其實呢 在這個經歷裡面 他們很多這些人都講到 是黑暗是不好的 是帶來很多問題 還有很多憤怒 家庭很多的問題 雖然這些人呢 他是真的有一種能力 他們就追求這種能力 但這個能力並不是好的 我曾經有一次去到 在一間 道教的地方 那這個道教的地方 就很小的 即不是一個大廟 只是一個店頭位 那我當時呢 就是想進去問 問那個人 因為我看到那個人 就坐在那裡 那我就問他 我說呢 就是訪問他 你們是不是 打造會去了 陰間 寧民出竅 他說你不是問我去 有沒有去過 他應該問我 是不是去過很多 他應該問我 是不是去過很多 就是他經常都去的 那他們就會 那他們就會 譬如有些人問米 都會這樣說的 他說問米呢 他就會說出 這個叫哪個名 啊 他會說出他一些東西出來 那這些 那這些 那些人說 哇 很漂亮的 但是因為 這個能力 不過這些人 接觸靈界呢 其實都是不好的 並且呢 他們不是帶來盼望 是帶來懼怕的 所以呢 這些 這些接觸靈界 雖然是有能力 但是並不是好的 他們也都 玩蝶仙 這個呢 這個圖呢 右邊綠色是我寫下去的 下面那些字是他們寫的 這個是網上的圖 他就說 玩蝶仙要註 有請有送 否則可能野鬼上身 即是他們都知道這件事 你要請 請完你要送 不過你千萬不要請 你一定要趕 不是送 是要趕 即是他們呢 玩蝶仙呢 那裏寫了很多個字 那裏問蝶仙 跟著呢 就動了動 動去那裏 而是有很多人玩過呢 都是講到有這種情況 玩手仙啊 銀仙啊 那些情況 都是可證實到的 即是你網上都找到 也都我看過有新聞 就講到有個女生 就是玩蝶仙 不知銀仙啊 蝶仙啊 搞到呢 就整天就好像神經失常 那樣的情況 另外呢 就是奉耶穌名 可以趕邪靈了 那未趕邪靈的人呢 那我剛剛呢 就去一個教堂 那宣教 那有發現一個人 原來她說 其實我都未信耶穌的 即是她是一個 基督徒的丈夫 那我就跟她說 哇 你看著那些人 你祈禱很多人經歷 那你不覺得那些是神工作 工作什麼 她說 不覺得 那我問她 我問她 你看看 那些姊妹 其實都穿衣 穿得挺漂亮的 那在地上 很痛苦 哎呀呀呀呀 那我說 有沒有人會這樣做呢 她說沒有的 她說你看著 很辛苦這樣 然後做完又很輕鬆 那你覺得她是不是做戲呢 那不是 那是否痛苦呢 是看著她痛苦 是不是很開心呢 是的 那是否就是 神釋放他們裡面的邪靈 就是會不會做戲呢 那她說不是 那她說 那我說你看到神的工作 那你信不信神是真 那她又信了 那我幫她 當然我叫他們 你們一定要繼續跟進她 那她說 那她沒有想清楚 她就覺得 那些鬼邪靈是假的 是做戲的 那我便問她 那我便問她 那有可能 為甚麼 穿衣這麼漂亮 尤其是女性 當然是 穿自己的儀表 在地上摸摸摸摸 為甚麼會做這些事情呢 那她便想通了 那她便想通了 就是這個引導 就是這個引導式的溝通 就不是這樣告訴她 你看她會這樣 那當然是邪靈 那你問她 一個女性會不會這樣在地上摸摸 會不會這樣喊 會不會這樣痛苦 那這當然是 不由自主的 就是我們奉耶穌名 那些邪靈真的很多人很痛苦 就釋放出來 或者有邪靈 控制她 但是我們發覺 都真的 耶穌是勝過邪靈 這個世界是有邪靈 但是奉耶穌名 是可以把邪靈趕出來的 好了 然後第六 就是 人有靈魂 很多人都研究 但是 就是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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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靈魂 其實這裏 我應該寫是 人有靈魂 和有天堂地獄的證據 人有靈魂 人有靈魂 其實是一個 很多人都研究 這裏 有很多的書 講到 Out of body experiences 就是 它英文叫 O-U-R 等等 O-U-R O-B-E O-B-E Out of body experience O-B-E 就是 代表 靈魂出竅 另外一個 就是 Astral protection 就是 講到 他們去操練 怎樣去冥想 由靈魂出竅 這些人 都是有書教的 這些人 當他們出來的時候 就有什麼後果呢 就 真是見到 不同的靈界 還有 很多Out of body experience 是指到 很多人死了 又靈魂出竅 靈魂出竅之後 而是有證實的 英國廣播公司 BBC 是 它們有不同的影片 其中一個影片 就是Between Life and Death 在YouTube上有的 還有 也有其他 BBC的影片 它的影片 也有講到 生死的問題 還有很多書 也有講到這件事 就是 有很多人死了之後 靈魂出竅 接著 看到周圍發生的事 這些情況 是很多的 譬如 有人 在這個BBC的影片 有講到 他上到天台 看到一隻 紅色的波鞋 天台 看到是怎樣的 還有 有些人研究 因為有幾個科學家 做大規模的研究 就在屋頂 做一些英文字 但那些英文字 是不合理的 我都不記得 那句說話是甚麼 他馬上有講到 講到 不知那些甲 做些甚麼 但不是他普通做的事 總之是不合理的 然後那個人 死了之後 救回來 為甚麼會救回來 因為有些人 死了之後 有些會噴他的心臟 或者用電震 後來救回來 救回來之後 他就講回那句話出來 或者講回周圍發生的事 或者講回哪個人救他 有甚麼發生 其中一個個案 就是有一個唱歌的人 挺有名的 他就是 因為頭腦 腦中間有一個扭 那扭 一定要動手術 如果不動手術 一定會死的 但是動手術 一定會死的 為甚麼呢 腦在腦中間 所以要把血 轉到機器那裏 把身體的血 轉到機器那裏 暫時身體沒有血 然後在那幾分鐘 立刻還很快去動手術 動手術 立刻把他連起來 立刻薄血 是這樣的狀況來動手術 因為這些人 研究 他們就知道 這個人一定會死 所以他們就 用錄音機 去記錄 當時發生的事 以及用時間 去記錄那些發生的事 那麼 他還沒進去那個房間之前 就把他蓋著眼 蓋得很好 以及塞著耳朵 封著 貼著 然後就昏迷了 然後才把他帶到房間裡 就開始動手術 動手術 動完手術之後 他就出來 後來他真的醒了 他就告訴大家 其實醫生說 把我的Head saw off saw open 他說是不對的 你們不是把它鑽開 而是鑽開的 因為英文 他是用Saw Saw your head open 他就以為 他以為真的鑽開 但是 他說你們有個鑽頭 然後有不同的鑽頭 他就轉開腦 然後在裡面動手術 他說看到這個儀器 看到這個盒 然後他就看到 聽到醫生說 他說 我的位置在我的上膏 在醫生的膊頭上膏 聽到醫生說 這邊的動物太小 那個動物太小 要用 那麼另一個醫生就說 用另一邊的動物 進入一條管 因為那個動物 在這裡進入 可以進入到心臟 那麼他就說 叫他用另一條動物進入 那麼他就說了 這句說話 所以這個就證明 他真的 他死了之後 他是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那麼他就說 看到他有一個死了的基督徒 的uncle 然後他就回到地上 就是這類的故事是有很多的 那麼也有一個人 他就說 他跟那個護士說 你拿回那個假牙給我 那個護士說 你假牙在哪裡 他說在那個櫃桶 他說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死的時候 我靈魂出來 我看到那個護士 放在那個櫃桶 那麼這些 這些類的經歷 因為 其實有些不同的書 在 有些上網 都可以下載到 很多很多 是講到這一類的經歷 就是讓我們知道 人真的有靈魂 和靈魂會出竅 即是說是一個不可逃避的事實 我們真是 我們的靈魂會出來 將來一天 當我們離開世界 受靈魂會出來 是會去天堂 或者地獄的 好了 那麼去天堂 是有不同的人去 去完回來 也都有不同的證據 那麼其中一個 我指 你都如果上網看youtube 尋葉牧師會看到的 就是有一個黃泉道 這個黃泉道 就是一個女性來的 那麼他就見到 基督徒在天堂 然後呢 基督徒跟他說的話 他回到家 跟那些家人說 那些家人都說 他一定是見到他 一定上了天堂 所以我第一次見完他之後 我就約他 我說你下一次 你可不可以約定 那三個家庭 是兩個家庭 連他自己的媽媽 見證 即是說 紀錄 到底是不是證實 他真的去過天堂 那麼我是將這些 放在網上的 是他見到他們的家人 並且見到他的祖先 是有殺人這個問題 那麼後來 他的媽媽告訴他 他說 你的太爺 就是漢奸 一個漢奸來的 那麼 因為當時 日本人給了一支槍的 所以他晚上 有時拿一支槍出去 就殺人 殺過都不知多少人 那麼神就叫他在天上 為他的太爺悔改刑罪 那麼這裏呢 就是讓神 就是讓這些罪惡的後果 不留在他身上 那麼他在天上 是有做這件事的 那麼這個 這個其中是獲傳到的 那麼另外呢 在 Newsweek 都有說到 Haven is real 這個很神奇 這個新聞的雜誌 居然是會說天堂是真的 那麼這個其中一個小朋友 他就死了之後 他就後來呢 他就回來了 他就說呢 媽咪是不是我還有另一個姐姐的 那麼 那個姐姐天堂不會說話 他就 就是他的另一個姐姐 是之前死了的 那麼另外呢 就是他的爺呢 他又 看到他是年輕的樣子的 那麼他家人呢 就看回他的相片 就告訴他 他就告訴他 這個就是我的爺了 那麼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是Ninny Minutes in Heaven 就是這個其中一些例子 這個人呢 也都有上電影的 Ninny Minutes in Heaven 就是講到一個牧師 他死了之後呢 就上天堂了 看到天堂的情景 也有不同的人去到天堂的 那麼另外有些人呢 又去地獄 地獄 也有很多人去的 其實中國人 很多人都講去地獄的 是不是 很多人講去陰間的 那麼他們呢 就覺得死了 就去陰間 他們就沒有想到 去到地獄是很慘的 他們當然也有些說 那麼譬如胡文虎 講很多那些 胡文虎 大家都聽過了 就是講到 他們講到死了之後 怎麼講 說謊 歐利根 就是很多這些 這樣的講法 那麼這些講法 其實可能有一部分呢 都是有些人死過 去過地獄的時候呢 將這些故事呢 趕回來的 那麼也都有不同的人呢 他死了之後 去了地獄 但是神給他機會 他在那時候呢 呼求耶穌 呼求耶穌 得到耶穌幫助 其中一個人 叫Howard Storm 他是無神論的 一個大學教授 那麼這個大學教授呢 他就有一次去法國旅行的時候呢 他就忽然間 那腸呢 穿了 那肚子穿了 那麼等醫生呢 等了很久很久都不行 那麼結果呢 他就死了 他就不知道他自己死了 他就等醫生 突然間門開了 就有人進來 你現在要走了 那麼他以為夠時間去動手術 沒有理由動手術 你起床的嘛 他就起床 然後走 一路走 就越多這些人 在那裡拔他 在那裡整他 搞他 那麼就去到一個地方 很多很多這樣的邪靈在那裡 那麼上網也都可以找到 Howard Storm他的見證 是英文可以見得到的 然後呢 他就去到那裡 他就想回他小時候 那時候回過主學 想回耶穌 他就在那時候 呼叫耶穌 在他呼叫耶穌的時候 他說那些邪靈很不喜歡 聽到耶穌的 然後呢 後來呢 他就釋放出來 那他呢 後來呢 就做了牧師的 Howard Storm 那這些都是一些 並且有不同的人訪問他 那這些都是一些 的見證 所以當我們看到了 以上的意思 我們所講的 就是說 我再簡單的重複 就是說 就是說呢 聖經的預言 聖經的預言 還有呢 聖經的科學性 聖經的考古的證據 這些是客觀的證據 然後呢 就是經歷聖靈 然後呢 有邪靈 是真的 在網上其實都有很多 你可以 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些 這樣的影片 如果你 就是你 你研究 你就不要為了興趣 你是要來傳呼音 但如果你不需要研究 你都可以告訴別人 事實上很多人都知道 是真的有邪靈的 而耶穌可以說這些邪靈 那麼這個世界 如果有邪靈 如果有邪靈的話 是一定有神 因為如果有邪靈 而沒有神 這個世界應該是很邪惡的 但是呢 就是有邪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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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證明有神 還有呢 是真的有靈魂 靈魂會出 證明人死而不得滅 有很多人說 人死而不得滅 還有呢 死了之後呢 是真的很多人去天堂 地獄 當我們知道這一切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 真的有這個火熱的心 去傳呼呼音 而 我曾經說過這個 《經歷聖靈報道法》 那麼我現在就很簡單地說 這個《經歷聖靈報道法》 很簡單地 是我們可以操練到的 因為我們在這裏 都時時都 有操練到 為人祈禱 那麼在這裏呢 我就簡單地說到 《經歷聖靈報道法》的過程 第一呢 就是和人聊天 關心聆聽 回應他的感覺 關心知道他是有 有開心的 有痛苦的 都回應他 我知道你辛苦的 那麼這個已經 本身是可以 一個傳呼呼音的方法來的 就是 聆聽人的需要 又回應他的需要 第二呢 就是分享了 我都曾經有類似的經歷 或者某人有類似的經歷 跟著呢 怎樣經歷到釋放 我們可以分享自己 怎樣經歷到釋放 怎樣經歷到安慰醫治 然後第三呢 邀請他 你想不想按手祈禱 為你按手祈禱 所以我在這裏呢 我盡量鼓勵大家 多些操練按手祈禱 讓你能夠做慣 做慣之後呢 那你就有經驗了 譬如知道我這樣做很多次 所以我一為人祈禱 我已經大約知道他的經歷 那並且呢 我會感受到聖靈的臨床 我會感受到這個人的開放程度 就是聖靈會在這個過程 會引導大家慢慢敏感到 那你邀請他願不願意了 那如果他願意的時候呢 你就投入去愛慕神 享受神 然後呢 你就為他按手祈禱 就是你自己投入 不要只是口說 不要口說很多話 你口說很多話呢 你就不會感覺到聖靈的能力強 當你用心愛慕神 還有呢 怎樣呢 你其他時候呢 一邊想著神的靈湧入你的心 或者你的心湧入神 那這個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那你就會發覺 就是當你操練為人按手祈禱 那些人的確是會經歷到的 那我自己都時時是會 就是我時時為人祈禱 我都感覺到能力 我都看到人經歷聖靈的 這個是可以操練出來的 那如果你是到現在都是有困難這方面的 你可以告訴我 那我去幫助你 怎樣去敏感到聖靈 然後呢 當你祈禱之後 你就怎樣呢 請你 閉著眼睛 請問你在祈禱中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經歷 請你閉著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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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在祈禱中 有沒有什麼經歷 請問你在祈禱中 有沒有什麼經歷 有沒有什麼經歷 為什麼要問這句話呢 因為你祈禱完託 你不問他 他就很快就忘記了 那你問他 他就記得有什麼經歷了 如果他不懂得說 你就問他有沒有心靈 還有身體 還有什麼經歷 而那些經歷呢 就是我們先說的經文 經歷聖靈的經文 平安 輕省 身體舒服 愛 安慰 喜樂 或者是身體 醫治 這些 問他有沒有 如果他說沒有 那你又不要緊的 你真心祈禱 耶穌就會聽你祈禱 你繼續多祈禱 慢慢你越來越經歷更多 然後就 告訴他 這個就是聖母所說的 平安 喜樂 愛 醫治 身體舒服 肉身安然居住 就告訴他 然後就問他 既然耶穌敢祝福你 你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他願意 你就解釋救人給他 解釋耶穌 為我們恩死十字交上 他真的赦免你 救你的靈魂 並且又祝福你今生 這個很多人傳方沒有說的 正是有說 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一切會加給我們 祝福不代表一定會發達 但是神是會照顧信從他的人 也有很多人說 為什麼我相信耶穌 為什麼經常罵架 這就是要處理 即是說信靠耶穌 跟從耶穌 先求神的國和他義 你的家庭都會祝福 但是很多人 為什麼家庭有問題 因為他信耶穌 但是他回家又發脾氣 回家又發脾氣 不懂得處理 當他懂得處理 又跟從神的時候 他會發覺 他整個生命是會祝福的 所以我們傳方可以告訴大家 耶穌會救你的靈魂 去到天堂 並且今生神可以祝福你 發揮你的生命 幫助你的家庭更加美好 讓你每一件事更加美好的 然後就解釋救恩 以及解釋怎樣跟從耶穌 耶穌為我們盯死 十字架上 耶穌真的是來救你 你就真心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 耶穌就會祝福你 解釋救恩 不只是說怎樣得救 是解釋耶穌是全能的真神 居然為我們死 一十字架上 即是他不需要這樣死 但耶穌居然為我們死 說出神怎麼愛我們 神真的很體重你的 神就是這個地方 現在在你面前 你祈禱經歷到神 就是耶穌現在來到祝福你了 讓祂知道神是很真的 我們自己都相信神是很真的 然後呢 解釋救恩的時候 這個我們一起讀 解釋者世界有真神 一起讀 解釋者世界有真神 對有疑問的人 可解釋實的證據 首先解釋有真神 如果有些人知識不太高 你未必一定要講很多證據 可能講簡單 有些簡單的 但有些人疑問 你一定要解釋 五日第三 一起讀 解釋救恩 是解釋耶穌是神 按照聖經預言 來到世上 聽到神之間 並且復活聖天 在來實活 即是解釋到耶穌所做的事 來救我們 第四 解釋得救的方法 知罪悔改 信靠耶穌作救主 以及得救的確據 就是你如何清理得救 就是你真心悔改 悔改認罪 信靠耶穌 你就真正得救 但是真正得救的人 也會有改變的 亦都解釋給他聽 繼續跟從耶穌 以及幫他繼續跟從神 得救有些什麼果子 一起讀一讀 第一 繼續知罪和對付罪 即是一個人真正悔悔 真正得救 他會繼續知罪 譬如說說耶穌 但他沒有繼續知罪 他的信心有問題 第二 一起讀 第二 繼續信靠神的救恩 第三 親近神 讀經 討告 被神帶領 第四 愛神 第五 遵從神 第六 他會遵從神 真正得救的人 會有的表現 就是他會 知罪 對付罪 繼續信靠耶穌的救恩 信靠神的祝福和幫助 第三 親近神 讀聖經 討告 亦都可以經歷到神 會繼續愛神 如果有人不愛主 這人是可助可奏的 即是說真信耶穌的人 他會真心愛神 愛神也是最大的介名 然後他就會遵從神 然後他會有生命的果子 和侍奉的果子 即是生命的果子 就是聖靈的果子 和侍奉 侍奉神 這是聖經所說的 每一個信靠耶穌的人 有些人說 哇 雖然耶穌做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你說你越跟蹤神 越喜樂 越平安 越有力量 那你可能第一次 你不是說這麼多事情 第一次你就是講到 你繼續祈禱 跟蹤神 認罪 有什麼罪呢 你認罪 以及鼓勵他看聖經 因為聖經是很有能力的 聖經是會幫人 看得到耶穌這麼真 他就會對耶穌 當他知道耶穌是真神的時候 又經歷四年之後 他看聖經 會不同的 當我記得我 信耶穌之後 我看聖經 我小時候也有聽過耶穌的故事 但是那時候 我不是真的覺得 真的耶穌是真 但是後來 當我知道有證據 證明有神 當我一看聖經的時候 就很不同了 因為 哇 耶穌真神 他真的憑這些神 真的做這些事 心就很不同了 所以一開始 就是鼓勵他祈禱 看聖經 以及參加聚會 然後你再解釋給他聽 這些所有跟從神應該做的事 好了 在這時候 我可以示範一下 這個經歷聖年補導法 我們一會兒可以用來操練 有沒有哪一個人 在這一陣子 願意出來 我示範這個經歷聖年補導法 首先 聊天的部分 我就先不做 因為那個比較長 就當是聊天了 這樣聊天 那時候 我們就未必問他有什麼困難 除非他講開 但是因為為了這個示範 我就會問你 有沒有什麼困難 你現在面對 假設你現在是不相信耶穌 生活經濟 OK 都可以了 生活就是一些生活的男子 就是照顧的人 很多人要做 要上班 要上班 就是不同的工作要做 有時會有沒有擔心 開心 有沒有壓力 都會有的 這個都是 很多人都有 就是我都 就是 每個人都繼續都有的 可以回應他這個情況 現在來說 我跟以前很不同 我以前曾經因為這些壓力 嘩 試過壓得好像透不透氣 有試過被人說的話 晚上睡覺 每個心都不痛 但是我現在 我就經歷到神的工作 很奇妙 我現在一想到耶穌 嘩 裡面就開心出來 你不止我開心 我跟人祈禱 也有很多人開心 那你想不想能夠 每天這麼開心做人 那是基神好 基神好 欣賞你這些 那 我們就當時 1998年就有個報道家 為我按手 一按手 哇 好像電流一樣 進來 馬上有很強的愛湧 進來 然後我就 很感動 很覺得被愛 然後整個人都鬆了 那 你想不想 我都為你按手 祈禱 祈禱耶穌來到你身上 感謝主 那你現在開放的心 非常好 因為很多人 會經歷到平安 輕鬆 舒服 整個人舒服 有些人甚至經歷到 愛 喜樂 那些人 在他心裡 別想經歷到什麼 很想耶穌祝你 減輕你的重擔 那 因為聖經說 神是靈 所以你用心靈 很喜歡神 神就很願意到你身上 我請你黑人看 放鬆的人 放鬆的人 就是 很想想耶穌祝福你 很想耶穌降臨在你身上 我會為你按手 按手你的肩頭和你的頭 放鬆的人 以後我會為你按手 我問他按手的時候 但到按手的時候 都會說一聲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不習慣 忽然間 又一手 踏下來 現在我會為你 首先我們自己祈禱 感受到聖靈的能在 然後 施子按手下去 感謝耶穌 多謝耶穌 你可以在未按手之前 說一些說話 多謝天父 賺美天父 感謝耶穌 你愛我的腳 感謝主 你愛我的腳 我現在是你按手 是耶穌 你到康然的身上 你愛我的腳 你愛我的腳 你是知道我們的需要 你知道 你能在他的家裡 很多生活的淡子 和經濟的困難 令到他都有點擔心 由主耶穌 你來到他身上 釋放他的重擔 煩惱 將他所有的煩惱 都拿走了 主耶穌 你是活著的神 聖經裡面 告訴我們 神在我們前後 環繞我們 按手在我們身上 神在圍著我們 祝福我們 神叫我們 凡是勞苦 擔重擔的人 可以來到耶穌那裡 我們就可以得到釋放 所有的重擔 都可以得到釋放 如全都放下了 多謝耶穌 祂真地在我們身上 祝主耶穌 祂和我們一起 祂將平安賜給我們 祂拿走我們的重擔煩惱 也都叫我們的身體 安然居住 讓我們的身體 整個人可以很平安 很舒服 多謝主耶穌 祂祂祝福 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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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祂的心里充满开心快乐 感谢耶稣 神啊你的开心 永留在祂的心里面 好像在天堂一样 天堂我们再没有烦恼了 再没有不开心 在天堂那里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多谢耶稣 你将开心放在祂的里面 神啊你是一位喜乐的神 是一位开心的神 有一天你会和我们说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有一天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快乐 求神你的平安喜乐 你的快乐 永留在奈阿弥的心里面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让祂活在世上更加轻松 更加开心 更加快乐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祈祷奉主耶稣圣命 阿们 请你闭上眼 在祈祷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经历 或者感受呢 心灵和身体 有没有任何的感受 或者经历呢 你怕跌在后面 这个不是祈祷带你害怕 而是你害怕跌 其实不用害怕 圣经里面有些人 看到耶稣都会跌在地上 这个不需要害怕的 但你的内心有没有 有任何的感受 或者身体 我见你在那里笑 很开心 但是慢慢投入 慢慢投入 有些开心的感觉 这也是神的喜乐 来到你的心 这个很特别 你会经历到神的开心 是非常特别的 这个也是学习 慢慢越来越投入 你就随时随起 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喜乐 圣经说到 他将喜乐 又赐给我们代替悲哀 圣经说到圣灵的果子 就是人爱喜乐 就是开心 就是开心 你喜欢开心做人 喜欢吗 耶稣可以将开心给你的 当你亲近神 圣经说到 圣经说到 信的人在他福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就会经常有这种开心 在里面 那你有没有觉得 平安轻松的心 多人 这个都是神赐给你 耶稣说 我将我平安赐给你 和一个人会 轻散 有没有觉得轻松 这个是耶稣所说的 就是 勞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耶稣那里 他就叫我们 能够得到安息 你留意一下 身体会觉得舒服的感受 都有 这个都是圣经所说的 叫我们肉身安而居住 就是 神来到 因为他创造我们的身体 不单止叫我们心灵开心 也叫我们身体都舒服 耶稣这么真 祝福你 你想要耶稣之后祝福你 非常好 恭喜你 你有这个心 耶稣很欢喜 天上也为你欢喜 耶稣如何救我们 这是很大的恩典 因为我们人人 因为我们人人都有得罪的人 有生气的人 有生气的人 想起不好的东西 我们人人都有罪 圣经讲到 有罪一定要罚 但是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受罚 按照圣经一早预言 耶稣未来 圣经是唯一的人物 未出世 圣经已经说他来 就为我们来到世界上 预定 圣经讲定他钉十字架 真的钉十字架 就为了属我们的罪 并且今天 我们知道他活着 为什么 我们奉耶稣名 很多人得医治 像你这样经历到神 耶稣这么真来到你身上 那你想不想 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人 耶稣赦灭你的罪 以后祝福你 想啊 就是主啊 你跟我做一个祈祷 你真心说 真心说 你真心跟耶稣说话 相信耶稣在这里 他真的会来祝福你 你跟着我说好不好 你都可以一起跟着我说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祝福你 在祈祷的时候 我可以经历到平安 轻散 还很开心 又经历身体舒服 都是神带给我的 你是一位活着的神 你会帮助我在生活之中 得到帮助 得到开心 得到力量 多谢主耶稣 那么爱我 那么关心我 你甚至为了我们的罪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多谢耶稣 求耶稣赦灭我的罪 赦灭我的罪 赦灭我的罪人 说大话 发脾气 令人不开心 我敬拜真神 求耶稣赦灭我 求耶稣赦灭我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当我真心悔悔信耶稣 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 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了 多谢耶稣 祈祷奉耶稣命 阿门 阿门 阿门就是真心的意思 你这才有没有真心 求耶稣赦灭你的罪 和救你的灵魂 有呢 耶稣已经是你的救主 我恭喜你 你已经是神的儿女 现在我想教你一个短的祈祷 因为这个长的祈祷 可能你不记得 一个短的祈祷 你都可以跟着我讲 求耶稣赦灭我的罪 求耶稣救我的灵魂 将永生赐给我 求耶稣祝福我的生命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爱天父 我爱耶稣 感谢耶稣 祈祷奉耶稣命 阿门 第一个比较短 简单的祈祷 就是求认罪 求耶稣赦灭 求耶稣赦灭 求耶稣祝福 和多谢赞美天父 耶稣是很欢喜的 这一天都多祈祷 祈祷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我耶稣是可以整天都说的 你愿意回到教会 嗯 很欢喜 你今天很欢喜 天神福为你自欢喜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好恨的 感谢耶稣 好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示范 希望大家去做 现在就操练去做 首先操练祈祷先 你一个为一个祈祷 其然就问祂 然后你就很简单 就像我祖先那样做回过程 很简单 然后做完祂又到祂做 那你做完呢 如果还有时间 你可以当全福音 就跟祂讲一下 关于神的证据 但你可以先操练 如果没有时间 就做了那么多 OK 现在我们试一下 带领圣人 圣人圣人圣的那个 什么 你操练带领大人 最重要是 经历圣灵的部分 因为带领圣人圣人圣的祈祷 很简单 带领人 帮祂经历圣灵 然后问祂有没有什么经历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是 赵志借先那个 请你闭上眼睛 请问祈祷中有没有什么经历 那他说有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 圣经是这样说 有平安 轻散 喜乐 爱 他有什么你说什么 所以问他心灵和身体有什么 在祈祷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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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时候会这样问 这样示范 就是操练 就是当他是陌生人 是 当他是一个未信的人 在祈祷之后 没有分简单 没有中文字 。